平川说明镜天天聊们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你们关注的魔术 不就今天终于是更新了 昨天平川有一点小偷了 只更新了一个视频 今天争气全部补上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飞酒楼之战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大Q神 又有什么新的扫套路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天阿归岛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 是一名蓝色的人族 中文ID叫永岁飘灵夜 这个就是FQQ在网易天梯上的一个ID 非常喜欢玩扫套路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一名红色的兽组 中文ID叫雀哥驾道 这一名兽组最近也是非常的猛 在天梯好像也是一度打到了前三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组这边选择的是剑胜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大部分的兽组可能比较喜欢先知配猎头 不过呢TR这张地图也是适合建设 因为这张这张地图 有非常不错的装备啊 剑胜只要一绳神装啊 砍起来也会非常的猛 好我们看一下FQQ这边的选择 依然选择的是大法师 这张地图的话大法师一个人可以单刷非常多的点啊 比如说这个大点可以单刷啊 这个点也可以单刷 还有这个点也可以一个人单刷 好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练集节奏 大法师上来的话 哎 只敲了一个小民兵 练集细节有一些改变啊 以前他可能会敲三个啊 来练这个3322 然后再练一下这个411 接着第三个点才会练这个点 但是这里的话他上来好像直接想练这个点 应该是双方都比较了解打法了 所以说要稍微改变一下套路 这样的话对方就抓不到自己练节 好 健身上来练一下这个3322 大法师把买的这个小动物放出来 卡一下位置 这边大法师还要确认一下 一定要卡住 如果没卡住的话 那就前功尽弃了 这里健身 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练完这两个三级罐 继续过来练这个四级海龟 四级海龟有可能掉一个敏捷的装备 很不错 大法师这里确认一下 卡位置有没有卡好 卡好的话 等这个霸水看会不会消失 这个嗜血霸水 消失之后开始练一下 健身 这里看看健身 说来敏捷就来敏捷 敏捷加三 刚好健身是一个敏捷型英雄 所以说打到一个敏捷型的装备 攻击还会额外增加不少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大法师开始练了 小动物卡住 这些怪基本上打不到大法师 只有这两个远程怪 所以说第一时间还是先把这两个远程怪给解决掉 解决掉之后面对方就碰不到大法师了 好 这里下了三次 三次终于终于把这两个怪解决 我还有一个 大法师 差一点差一点 这个血量是没控制好的话 真的会被打死 这边练得非常的极限 那这里的话再慢慢恢复一下血量 暴风雪再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大忌过来去侦查 确认了人族的一个出生点位 没有出兵营啊 家里的话塔倒是补的有点多 这里的话 哎 人族家里敲了三个民兵 四个民兵过来 想练完这个点 直接开一个分框 想法非常的不错 这里打了一个灵巧投金 哎 这 兽族还是很懂的呀 兽族的话打了一个水晶球 第一时间撒一下粉 确认了 刚好还不过想开分框 结果对方撒了一个粉 那农民赶紧撤赶紧撤 另外一边的话 健身要过来继续确认一下 人族有没有继续去开分框 人族这里的话 好 分框不开 那选择升本了 家里的话补铁匠铺 建筑学造一造 接下来大法师分框没有开出来 健身的话 好 装备练了一圈 刚才的话打了贵族投还 这个水晶球可以卖掉了吧 暂时也不卖 那到时候主要还是阻止人族开分框 没事照一照 这里大法师用暴风诀 继续选择练击 哎 剑圣刚好抓了过来 哎 剑圣刚好抓了过来 大法师能扛住吗 这 大法师活生生被砍死 哎呦 这来打了一个力量加三 剑圣非常的舒服 那这一波FK 给我练击节奏断了呀 很伤 好 剑圣继续过来打一下 这个三三二二就是顺时针 最往右的这个怪 是有装备的 对这里又打了一个贵族偷还 好 剑圣现在是有两个偷还了 看科技 瘦度的话 二本升好 二发的是一个小歪 瘦来已经放下 人族的话 二本升了一半 科技稍微的有点落后 那大法师练级 其实节奏也没有很快呀 现在剑圣已经三级 你大法师才两级 怎么办 人族现在是科技 英雄等于全面落后 这一局感觉FKK要扛压了 好 这里的话大技 在各种地图侦查 就怕人族偷偷的什么灶坛开分框 诶 我们看一下 FKK又敲了两个民兵出来 是不是又想干什么事啊 FKK的民兵 是干大事的民兵啊 每次敲出来都会干不一样的事 诶 这两个民兵 是不是想继续去偷一下这个分框 但与此同时 兽子也拉了一个小苦工过来 这双方简直要不期而遇了呀 好 健身 继续过来练一下人族的这个旁边这个大典 看看这个六级的巨魔多军 能不能出一个神装 哎呦 两个小民兵过来刚好偷分框 对方也过来了 哎 双方真的是冤家路窄 好 小歪的话 一组 买两组药膏 要找机会继续去练个棋 大法师 哎 身上又买了两个小动物啊 又过来卡点练这个点位置了 现在是晚上啊 刚好这些怪全部在睡觉 然后两个小农民绕了大半个地图 哦 想来过来这里 挖树偷塔 哇 这套路是真的多 一波来一波 好 这里位置卡好 要开始继续练集了 暴风雪一下 另外一边的话 兽子 兽子当时大部队集结 慢慢练 健身 现在是其他装备 全部给了小歪 还打了个吸血光环 呦 刚才这个吸血光环很舒服啊 对于兽子来说 近战单位非常多 吸血光环很舒服 这里看看大法师 七级海龟 超巨型海龟 打死之后能出一个什么好装备呢 大法师也是顺利到了三级 另外一边 看一下兽子 目前是三腰的一个等级 小歪的话也是即将到二 这里健身到三级 继续去侦查一下人族在干啥 人族家里的话造了两个神命圣殿 家里再补个车间 哎 这套打法的话是想出男女巫再加小炮的一个打法 大法师顺利练完 那这里的话打了一个雪牌 两个小农民挖 感觉又要不期而遇了呀 这一局FKO好几个套路好像都没成功 有点伤 大法师过来下一波雪 骚扰一下对方 哎呦 兽子还是发现了 两个小农民挖术又没有成功啊 FKO这一局有点伤 好几个套路都被对方给识破了 那确实这一名受阻 FKO的交战次数非常的多啊 双方对于彼此的打法都比较了解 所以说FKO这些偷鸡的打法 对方都有一些事先准备 好小歪先把这两个小农民解决之后 差8点经验值可以到二 那健身呢继续在外面各种侦查 好大法师我们看一下这一波FKO是想打正面了啊 看他出这个山丘感觉有点想打正面 再也不想偷鸡了啊 每次偷鸡都被对方抓很难受 这里直接在中间造塔屋 这套打法有点像星际啊 星际的人子就喜欢这样是吧 造连塔 然后坦克往前冲啊 以阵地战来打 这一波双方在中间啊 开始大大出手 受阻的话狼奇数量有点多 往下把你的女巫给解决 这边塔没起来呀 受阻这一波还是比较强势 大法师二级暴风雪疯狂的下 现在受阻有吸血光环 但是没有法师部队 没有驱散啊 直接贴一个加速撤队 这里的话山丘一个锤 留下来一个狼奇 哇 人组这个打消耗还是有点猛 受阻的话会加补一波状态 看看要不要出点法师部队啊 对啊 多出点白牛 这没有白牛被对方捡个苏啊 真的是跟水里游泳一样游的非常的慢 这里看看 哎 受阻这里的话造了很多战争模仿啊 好 人组继续在中间造塔 那确实 人组其实在这张地图上打两个疯狂电脑 就可以这么玩 中间多造点塔 然后疯狂电脑就会疯狂过来查你的塔 你自己呢 把这个扩张一下 后面打就很舒服了 这套打疯狂电脑的战术也是非常简单啊 好 我们看一下用这一招来打人能不能赢啊 那 FK狗这套打法呢 主要是中间 是吧 造几个塔 然后这两个分框可以自己开掉 通过这个塔来掩护一下 看看 这里练个7 44 打法是即将到4级 后面主要还是靠山丘 山丘到5级 升个3级敲地板 然后扭减个速 是吧 山丘敲个地板 大法是三级暴风雪 疯狂的下 这一套打法理论上啊 很强 但是兽族如果等级起来的话 前排会有点靠不住 我们看一下这里 哎呦 这几个塔还没起来吗 马上马上马上好 兽族拆拆 哎呦 刚好马上拆掉一个 那现在两个塔起来啊 第三个塔也要起来 第三个圣塔一起来的话 兽族这几个英雄 这个魔法只要小心一点了 兽族是三发一个听客 听客呢 主要是升个导弹 来打断一下这个大法师 还有这些法师部队啊 留一下 好中间放一波塔 那旁边两个点收割一下 这个分框一开 然后这个744也练完 山丘的话身上已经有一个大雪了 在这里打了一个棒棒糖 抽篮棒 大法师升到了四级 山丘也是升到了二级 那这两个点练完之后 接下来还得找个大点练一练啊 兽族也在练 兽族的话第一个分框 是开在这里啊 人总没有开成功 兽族过来接盘一下 现在兽族的话 英雄等级看看 剑圣422 剑圣又买了个迷你基地啊 三级三本的兽族开分框就是款 迷你基地一扔啊 马上一个分框就起来了 好 这个点的话 大怪又被兽族给剪掉了 现在只能接盘一些小怪 打法师暴风雪一下 女巫剪个素 这套打法用起来操作很麻利的话会非常舒服 剪个素 山丘之王敲个地板 大法师暴风雪安排一波 然后对方贴个加速 你就往后撤一波 然后又剪一下对方的素 这套打法 说起来会完美啊 好 看看人族终于是把分框给开了出来 但是兽族的话一口气开了两个分框啊 这 你一个分框对方两个分框 打到后面兽族还真的比较好打啊 人族比较难 人族现在主要是看山丘的等级了 山丘要早点到三 到三之后升个二级敲力板 到时候和兽族又开始正面战路了 我们看一下兽族现在三英雄啊 三英雄吃惊啊 那等级升的稍微的有点慢 先生现在也搞了两个敏捷加三 诶 这不就是加六敏捷啊 传手中的魁靴嘛 好 现在手组继续练一个大典 看一下这个七级黑胖子啊 能不能处于一个不错的一些光环类的装备 打了一本看看 诶诶 末日号奖啊 打了一个DK的邪恶光环 提高一下生命的恢复速度 还有移动速度 很不错啊 这个五级蓝胖子能处于一个治疗守卫 诶呦 一吃 哇 这个是治疗神符 状态一恢复 那接下来地图点已经被兽族扫得差不多啊 人族继续开分框 那现在人族的话是破法小炮 好 这一套打法要选择进攻 但这个分框刚好被兽族给逮住了 运气不是特别好 那这一波看看 诶 兽族家里居然没有生成房啊 这个地洞有点脆啊 兽族的话要选择TP吧 诶 兽族选择把中间的塔给拆掉啊 就怕人族把塔给站住 后面分框全部抢掉 这里还是人族没有耐住啊 赶紧交一个TP 守一下这边的一些塔啊 上来一个锤 大法师暴风雪安排一下 这里要站住啊 背靠这些塔 如果没有塔的话 正面人族还真不太傲大 主要是剑圣后面秒阴性会比较猛一点 好 现在要秒山丘 山丘这边被狼旗给网一下 否则你无可以引个身 这里的话大雪直接一颗 大法师奥急暴风雪一下 后面的小炮疯狂的输出 诶 这一波正面人族还打赢了啊 非常的不错 那接下来收阻咋办呢 正面没有打赢 两个分块运营起来 好 现在继续把一些小点再收割一下 看看剑圣能不能练到五级 五级剑圣啊 一个跳B159 接下来看能不能到200是吧 先把山丘秒掉 山丘一秒的话 人族就没有一个扛血的单位了 大法师四级半 那买个回城 无敌不买吗 无敌群补之类也要买啊 买个无敌 这边的话 744已经全部练完了 地图上的点被兽族练得差不多 哎 兽族是选择TP回来啊 他看到人族这边身影 怕对方过来进攻继续插自己的建筑 所以非常果断交个TP 有钱真好啊 不得不说 家里的话也没有生成防呢 没有生成防 好 现在兽族要开始转空军了 主要是人族地面部队太猛了 捡个速山丘敲个地板 后面出点飞龙 飞龙的话贴个加速 机动性比较好 可以秒一下人族后排的一个法师部队 否则的话地面的话 人族正把前排一扛 碰不到对方后面的法师部队就有点难受了 人族继续靠塔 哇 这个战术很猛啊 万里长城永不倒 是吧 这个塔从我家造到你家 哎 上来小秒山丘 山丘的话无敌一跤 暴风雪一安排 山丘直接在对方控了对方的一个阵型 是吧 敲个地板往后挪一下 然后捡个速 这套打法真的是很舒服 但是对方哎 有个二级导弹 人族这个阵型拉扯就没有那么舒服的 山丘现在身上只有一个棒棒的 没有其他的保命道具了 这件塔好像也起不来 兽族的话也是一直跟人族在消耗 山丘身上没什么魔法 只是现在好大法师暴风雪继续安排 山丘敲个地板往后拉扯一下 那另外一边一个导弹 直接把大法师这个暴风雪给打断 双方互相针对 大法师暴风雪继续安排 呦 受的这波部队有点啃不住了 这个大法师输出打满 山丘一个锤留一下剑身 这里的话又想勾引你过来 大法师暴风雪安排 这里导弹继续打断 双方如此来回呀 好 这里小炮叔叔也是很舒服 这里看他这两个塔能不能起来 哎呦 兽族的话又反应过来了 好 兽族开始出黑白牛 这黑白牛可以无限复活的呀 这套战术也很猛 接下来双方就是拼操作 拼消耗等级 但是英雄等级一起来 可能局势也会发生一些不错 一些很大的变化 现在人族一个分框 兽族还是两个分框 科技方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资源方面 兽族现在已经攒到将近一千五百块钱 人族才六七十 没办法 只有一个分框 好 过来发现对方开了一个分框 但是这个分框一直没有发现 那现在过来拆一下 你拆我的 看看兽族这边是选择TP吗 还是对拆 好 兽族是过来对拆 把人族这些塔给拆掉 人族现在是63人口 兽族的话是75人口 哇 这个山球二级敲地板很舒服 一排农民全部倒下 暴风雪加小炮 这个拆建筑非常的快 大法师还得交个TP呀 哎呦 这些塔的话 已经被兽族收割的差不多 兽族这边有吸血 有白牛 灵魂练一套 确实这个部队有点硬 这里人族不交TP 哎 选择继续对拆 我拆你主框看你回不回 好 中间遇见一个投尸车 兽族的话开始出一些工程单位了 哎 大法师还是交个TP 再不交的话 加了塔全部被对方给拆掉 上来 山丘位置找好 敲个地板 大法师暴风雪安排 哎呦 剑圣剑圣剑圣 哇 剑圣一塞血 小歪治疗波乃以后赶紧撤 中间的人族塔 也是被兽族给消耗的差不多了 这里 这一波正面的话 人族依然非常强势 双方人口还是兽族 占了一点优势啊 兽族 哎 刚好啊 刚刚才有六七十 现在就六十六了 这里 山丘继续敲个地板 山丘身上魔法枝不是很多啊 如果人族有两个分框 可以源源不断的 买这个魔法枝就很舒服了 好 这里先把人族的前排消耗一下 山丘身上梅兰 走位小心一点 大法师暴风雪安排一下 这山丘怎么办 一塞血 一塞血还是靠女巫捡个速啊 捡了一下兽族的一个速度 兽族没有那么容易碰到这个山丘 哇 这一波人族正面又打赢了 大法师加小炮 还有山丘的二级敲地板 这个输出真的是有点炸链 好 山丘升到了四级 这里看能不能把这个投石车给干掉 那接下来兽族还要转型空军啊 空军多出一点才好 空军倒是贴个加速 可以消耗一下 人族后排的小炮还有法师部队 正面杀山丘好像这几波下来不是很成功 好 人族终于要看第二片分框了 诶 这边兽族说 我要去开个门 应该是外卖到了 去拿一下外卖 然后双方继续打 刚才暂停了一下 兽族现在的话 仅剩一个分框 仅剩一个分框 人族倒是想开第二片分框了 诶 按这个局势下去 人族好像要赢啊 这大法师打阵地战打得也是很舒服 这里的话又放了个小动物出来 小动物到时候又可以去侦查一下 那现在兽族不在正面和你打 剑圣一个人过来疯狂的输出 五级剑圣加电球啊 还有加六米 这一波输出有点炸裂 大部队过来 直接想端掉水人做这个分框 现在兽族学聪明了啊 不会说硬钢着你的塔来的啊 直接从后排来包抄一下 这边山丘身上的状态很不错 上来的话一个风暴之锤 大法师暴风雪安排一下 前排的前排的破法扛一下 看能不能把剑圣给困住 剑圣身上没有蓝 大法师暴风雪继续安排 这边等会看看 这边看看飞龙 先把这些飞机给处理一下 好 扛不住了赶紧交一波TP 不得不说啊 这个FQQ正面交战 这个阵型控制的确实非常的不错啊 这几波团战 人族的阵地战几乎都是剩啊 都是优势 每一次团战打完都是小小的拿一点优势 看看这个分框能不能开出来啊 好 现在人族有两个分框 兽族的话一口气 好 这里开了一个分框 这里好像还想再开 那兽族也是继续扩张 在正面进攻给人族压力的同时 自己的话一直在后面偷偷的开分框 这一波等级换完之后 现在剑圣是五级小Y四级五四三的一个等级 人族这一边我们看一下 人族这一边是五四 人族的话如果能升到三百 对 三发一个圣骑士会稍微好一点 后面剑圣等级很高 那要有必要的手段保一下这两个英雄 好 现在人族中间的塔已经被兽族消耗的差不多 而且兽族现在也是打一个机动性 我会盲目的和人族打阵地战啊 人族这个阵地战现在是有点猛 山丘尤就是人族这个阵型啊 破发往前一顶啊 山丘敲个地板往后撤一下 好 人族这里家里敲了一波民兵出来 有正面硬钢 飞机先把对方的飞龙处理一下 好 再把暴风雪砸一下对方的投石撤 山丘敲个地板 看能不能杀一下对方这个听客 听客现在是一身血 好 直接暴风雪砸死 哎 兽族这一波正面钢有点亏 好 想杀山丘 山丘身上有一个无敌一个风暴之锤一流 哇 兽族这一波正面打得很伤啊 暴风雪继续安排 不过人族现在破发也没有了啊 破发还有一个没有前排 这里没有前排 后面这个阵型怎么拉扯也是一个问题 好 三发圣即使过来 乱了一下这边的一个山丘 这里继续扭减个速 好 慢慢消耗 你敢撤我就慢慢打 好 对方想反打 那山丘换个位置的一个锤 哎 留了一下对方的一个剑胜 这一波的话剑胜状态有点差 小歪 小歪也是一身血 好 小歪治疗波在哪一口 哎 不过对兽族来说 唯一的一个好消息是把人族的飞机给处理 差不多哎 怎么又来一个飞机 哎 山丘山丘 哦 关键时刻山丘被秒了 那山丘一秒 人族就只能撤了 没有山丘正面完全打不了 哇 兽族这一波 几乎全部部队送掉啊 只留了两个英雄 终于把山丘给秒掉了 剑胜五级半 然后小歪即将到五级 那这一季我们很可能看到六级剑胜啊 六级剑胜放个大招 大风车 转呀转 好 我们看一下兽族现在的一个资源 一个分框 两个分框 兽族现在是两个分框 人族也是两个分框 资源积累方面 我们看一下人族63 兽族125 双方资源都消耗的差不多 人口方面的话 现在人族是53 兽族是45 人族 部队领先一点 那现在兽族的话 英雄等级比较的猛一点啊 剑胜疯狂的输出 一个跳臂216 山丘身上没什么魔法值 一级圣骑士 不要不要膨胀啊 一色一血 这个有点膨胀 打剑胜还是稍微的撤一下 好 现在兽族的话 看看前排大气没有 就是一些白牛加飞龙 这里要想找机会秒对方的一个英雄 那人族的话 走位也是非常小心 女巫 捡个送 来暴风雪 消耗一下 兽族这个单位 小胖往前冲 这个塔好像又起不来了 好 暴风雪 哇 这一波暴风雪 砸得很舒服 兽族的话 小外治疗 薄鱼奶 人族又出了飞机 飞机处理一下飞龙 哎 尖声尖声 尖声又要出跳屁了 小心 圣骑士和山丘的走位 非常小心 上来砍南乌 砍得非常快 240血 圣骑士奶了一口 这里南乌阵亡 第二个南乌也要阵亡了 暴风雪 看看要不要安排一下 小歪也是到了5G好 这颗暴风雪 砸得很舒服 白牛赶紧拉开来 那现在人族前排破法 没有有点扛不住了 要多出点破法 在前面扛一下 山丘的话 有钱可以买一个法力药水 身上一直没懒 打得很伤 这里的话 治疗波哪一口 白牛状态又补起来了 好 对方老三 老三听个又复活了 复活出来直接升四 这边导弹一打 兽阻这一波打得很猛 山丘的话 走位也是非常的极限 圣骑士升到了二级 有无敌了 有无敌也可以有点自保的 一个成本了 好 看一下 打完这一波的话 兽阻状态消耗得非常难受 幸好是有白牛啊 灵魂练一套 否则的话 单个打的话 早就被对方消耗差不多了 好 现在兽阻恢复一下状态 人族终于终于要补破法了 没有破法很难打啊 前排主要还是靠破法来扛 山丘这一波魔法制恢复的差不多 而且身上买了一个法力药水 好 过来把兽阻这些违章建筑拆一下 兽阻现在还是两个分框 人族现在开第三遍分框了 这一波打下去 人族好像运营做的很不错啊 这一波兽阻切的很不错 人族阵型不是很好 第一时间两个小炮被切 这个输出消耗的有点多 山丘一个锤 锤一下剑身 现在剑身有点像风狗 赶紧让它冷静一下 这里的话没有小炮 人族输出不太够 赶紧撤一下 撤到分框 躲在塔下面 不过现在塔数量也不是很多 这一波打我们看一下 剑身即将到六级了啊 差个66点经验值 五级小歪 吸血 风暴失角 全都有 这一局我们看一下 兽阻这边的光环类的装备有点多啊 邪恶光环 还有圣骑式的专注光环啊 几乎都有 还有一个吸血光环 好 这一波双方又要正面交战了 山丘敲个地板往后撤一下 这里听个导弹流了还真猛啊 每次一云打动你的技能 人族还想造塔往前拓张 但是有点难 小沙剑身 剑身的话 后面五级小啊 三级治疗波 这个耐量有点猛有点猛 好 这一波打完我们看一下 双方在中间还是僵持不下 现在兽阻的话 飞龙没怎么出来 开始出地面了 出白牛 那感觉英雄好像地面能站住了 剑身啊各种跳P 破法有点扛不住 赶紧测一波 乌有山丘敲个地板 但对方白牛可以复活这个黑牛 升级是无敌终于交了出来了 再不交一杯 对方给A掉 小歪这个位置站得非常好 是是吧 一直远远不断的难 三级治疗波非常舒服 山丘一个锤 那自己要撤一下了 想杀一下剑身 剑身的话 一丝血一丝血居然跑掉了 而且跑的时候 还金光一闪升到了六级 这里白牛可以无限复活 只要 这里的黑牛无限复活 只要白牛身上有蓝 剑身阵亡 马上买了出来 二级升级是赶紧撤一下 双方这一波打得非常非常的惨烈 五级五级MK赶紧往后撤一下 这里有商店啊 买源源不断的买药膏 人组仅剩三个光杆司令啊 其他部队全部被对方给A掉了 那现在六级剑身很嚣张 山丘山丘山丘 没什么保命道具啊 赶紧撤 那现在黑牛无限复活 地面部队非常猛 人组怎么打呢 人组现在是资源还可以啊 三个分框 但现在部队有点扛不住啊 兽族现在英雄等级太高了 如果这个圣骑士能到五 还好打 圣骑士到五的话有三级奶 现在只有一级奶奶不过来啊 对方这个输出实在是有点乍链 好正面兽族占了一点优势之后 迅速扩张 看一下一口气开了几个分框啊 这里开一个 这里又开一个 好一口气又增加了两个分框 如果都能成的话 兽族即将有四个分框 四个分框打人组的三个分框 而且人组这个框 哇踩了半滴 还有六千多块钱啊 不得不说啊 TR这样地图上的分框 自然是真的多 好这一级双方已经打了将近半小时 那还是难分胜负 好现在状态一补 健身的话身上魔法质很不错了 小Y 小Y身上两个法力药水啊 三级治疗波 源源不断的奶 这边的话兽族道具有点多 现在人组想去打过对方的半场有点难 前排小胳膊小腿有点扛不住啊 要不要转型出点骑士呢 这里兵营都没有 出不了这个骑士 好 人组升好了这个星火 星火的话增加一下这个作战单位的护甲 稍微的硬一点啊 兽族现在是满地图造商店 双方打到后期就是打英雄 英雄是吧 后期RPG 然后这个药膏千万不能断 好 这里剑圣直接砍大法师 哎呦 山丘走位稍微的也要小心一点啊 不要被对方给留住 好 兽族开始爆人口了 白牛黑牛飞龙全部一起来 听个话时不时导弹 留一下人组的单位 哎 这里好一级 圣级是哪一口 这里导弹一流 有山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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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丘跑得赢啊 这山丘差一点被对方给留下来了 暴风雪安排一下 现在人组找一个不错的阵型 但是暴风雪刚下 对方的导弹 直接打断暴风雪 那现在兽族 哎 这个插件消失了啊 我们看一下 插件消失之后 兽族现在是64人口 这个插件也是时不时的来一下 大姨妈 突然有突然又没有 哇 这一波兽族突然爆人口 一波往前冲 人组正面扛不过了 人组正面有点打不过 现在没有破法 靠男女巫打不过 对方白牛数量非常的多 暴风雪一下 圣骑士 圣骑士 哦呦 极限隐身 女巫极限隐身 对方白牛驱散 好 无敌一交 然后哪一口 山丘哪一口 剑圣 急风步一开 要开始AA 大法时 扛不过了赶紧 交一个TP 掉一个TP赶紧撤 哇 兽族现在爆人口了 正面打得非常的凶 人组好像打不过了呀 人组现在破法也扛不住 圣骑士呢也没有造兵营来出 资源方面 现在人组还是有一千多块钱啊 钱还是有 但是部队好像造不出来 好 现在人组还是决定出师救来打了 出师救 这对方地面太猛了 出点空军部队和对方号一波 大法师 大法师走位 有点不小心 剑圣疯狂的输出 这里兽族还在狂补白牛 白牛数量一多的话 打你这些法师部队就好打了 暴风雪一下 三级暴风雪砸得很舒服 好 这一波兽族很猛 地面无敌呀 人组地面扛不住 开始转空军 现在好像转型有点慢呀 现在六级剑圣 和疯狗一样疯狂输出 感觉人组这个疯狂要沥现了呀 导弹一倒 这人组法师部队小胳膊小腿 被消耗得很难受 大法师暴风雪 只砸到两个英雄 这里白牛灵魂练继续套 小歪三级治疗波继续奶 人组靠这个窄的一个阵型 看能不能 哇 这一波到暴风雪下得很舒服 白牛白牛反应过来 赶紧拉扯一下 但是正面的话 双方交战打势也打得非常的惨烈 圣级是终于阵亡了 这一波的话 人组找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阵型 卡兽族 但是呢 前排 前排的话 圣级是和山丘扛不住了呀 现在剑圣 六级剑圣 后面这个四级的听客 听客也可到五级了 这里一对白牛全部一森雪 如果刚才圣级是和有山丘 能多扛五秒钟 这边白牛就可以收割掉了 好 一个锤 留一下剑圣 现在白牛全部一丝雪 大法师有没有好地方 大法师不敢下暴风雪 剑圣输出太猛 大法师站不着 大法师找一口为着暴风雪一下 这里 又一丝雪白牛 好 吓死两个 吓死三个 但自己扛不住了 剑圣已经拖到了 这个大法师 大法师赶紧跑 现在人组没有圣骑士 乃不了大法师 大法师身上也没什么保命道具 连回程都没有 这里留一下对方的五级 听客 听客有点膨胀了 剑圣哥哥不在 你居然敢去追 好 地外一边 兽足这一波没有操作好 自己的三哥 这边闹了 听客没有去操作 继续拆一下兽足 人足这个分框 这里白牛 继续复活一下黑牛 收割掉一个 收割掉一个听客之后 大法师六级 山丘的话也即将到六 我们看一下山丘 好 六级山丘 看看天神下凡 能不能打一波翻盘 这一波暴风雪一下 大法师扛不住 现在人足没有前排可以扛 如果有前排可以扛的话 大法师找一个不错的阵型 暴风雪疯狂输出就很舒服了 大法师继续暴风雪 下一下物有剑圣升到了七级 现在空中单位也是受阻战优势 怎么办 人足地面部队空中部队都不行了 看看圣骑士能不能复活出来 现在没有奶 大法师还有山丘扛不住 心灵火一加 这里兽组还抽了一个黑牛过来 把人足分光全部端掉了 现在人足只有一个分光 健康运营 其他两个分光 都是有点被对方骚扰的很难受 双方的一个人口 人足现在39 兽组已经是91人口了 这双方对方是你的三倍人口 这怎么打呀 飞龙一攻一防 全部填好了灵魂链 往前冲 人足现在是两个六级英雄 还有这些小胳膊小腿的法师部队 这里终于攒了一波前复活自己的 这个二级的圣骑士 那这分光也要沦陷 人足没得打了呀 没资源 没人口 现在狼气也过来拆 人足直接 这兽足直接爆一百人口 没办法 兽足说我疯狂太多 钱太多 那现在FQQ很难受了呀 刚才几波团战 中期几波团战确实打得很不错 但是后期的话 兽足等级一起来 尤其是人口爆上去之后 人足前排站不住 站不住啊 大法师没有一个输出环境 大法师虽然说散机暴风雪很猛啊 但是没有输出环境 不敢输出 你一输出的话 对方要么打断啊 要么健胜疯狂竞争 疯狂得砍 大法师在等自己的圣骑士复火 看这一波最后能不能打一波反击战 现在受阻七六的一个英雄等级 好 七六五 这边是双六 后期大乱都打了 真的是惨烈 好 人足出飞机 对付一下对方的空军 山丘 要不要敲个地板 暴风雪一下 下下对方的一个白牛 然后飞机疯狂输出这边的飞龙 山丘 天神下凡 直接大招开起来 但是对方的话 勿有三级导弹 这个输出也是非常的猛啊 好 双方这一波正面交战 大法师暴风雪 输出打满 下对方的白牛 还有这个飞龙 山丘一个人 天神下凡 扛了一万年 这里的话 勿有一个268的调皮 南无瞬间被毁掉 这里的话 大法师扛不住了 哇 一丝血的飞龙啊 看着就流口水 这里白牛也是一丝血 但是剑圣疯狂输出 升级是哪一口 大法师扛不住了呀 剑圣加导弹 那六级大法师阵王 这里想反杀一下对方的六级小歪 但小歪三级知了波 哪一口 FKQ直接崩溃 想杀对方的英雄 没有杀成功 这一句的话 游戏也输了 英雄也没有杀到 FKQ直接打出了 心服口服 确实对方非常的猛 这一局我们看到 FKQ也是尝试打正面 中期来看的话 几波团战确实非常的完美 但是打到后期 瘦足正面太猛太猛 人足没有前排 扛不住 FKQ无奈 打出忌计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波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